NBA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中共外交部战狼出击攻击NBA的火箭总经理 关于一则支持香港自由的推文 逼迫他撤退以及NBA书面道歉 那么这件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高兴 我发推说这件事情将掀起全美检讨美国企业对中共的跪铁 完成全社会反共经济资本的文化大革命 果然事态朝我预料的那个方向发展 一句话 美国人被中共言论审查到家的事情愤怒了 从美国的各党派人士 媒体名人到美国老百姓 大家都发怒了 和其他的新闻热点不同呢 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空前团结都是谴责NBA软骨头 见利妄议 这种团结的程度呢 只有在911之后呢 我看见过 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效果就是给美国老百姓一起警钟 如果中美贸易战当中的那种过招啊 虚虚实实来来回回 美国老百姓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 如果香港反送中运动呢 美国老百姓又不关心 但是NBA一次卑鄙的自我阉割 美国老百姓全都看清楚了 他们看清楚了中美贸易战当中 美国政府努力的方向以及其正确性 就是美国企业一直在受着中共的欺负 他们看清楚了为什么香港老百姓这么多人聚集 诉求至今没有回应 就是中共本质 中共本质的凶残 中共本质的背信弃 那么以前关于中共的呢 美国老百姓是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或者不感兴趣 通过NBA这件事情 美国老百姓全看明白了 全看清楚了 也都全感兴趣了 推友的一句话概括 中美友谊始于乒乓球 终于篮球 那么美国要灭中共 一定要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全民总动员 以NBA的事件为代表 心脏旧脏将会一起放在聚光灯下面 这件事情将继续发酵 直到民粪沸腾 用South Park的一句话来做总结 Fuck the Chinese government